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香港近日的時事 除了禁制令 MMA 發生得最多的事件 叫做大都會事件 最新還有幾宗 新的大都會事件 不禁令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哪一天沒有大都會事件 哪一天 才是新聞 真的叫做最新 正當 我打算 說重慶大廈大都會事件的時候 今天20日 又發生一宗大都會事件 這次中招的地方 是灣仔 是灣仔入境事務處 好像是沿著地鐵 地鐵圓線繼續蔓延 從九龍東 觀塘線 現在 蔓延去到 香港島 如果根據地理位置 這個叫做尖沙咀 重慶大廈中招 然後 這個灣仔 又中招 好像 就像大都會搭地鐵一樣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是兩個後備戶口 一個是主頻道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 支持本台的方式 我們希望就是經濟能力容許的朋友 或者說你如果不是很結局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 最新最快 提供就是 時事的分析 以及詳細講解 我們就是做很多不同話題 所以 我們兩位主持都比較困難一點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我們解釋了 我們的經營方式 如果我們刻意地是要 做收費 我們絕對可以把我們的節目一半 或者是 例如一半的數量 或者是把節目的前後 關鍵的位置封鎖 跟著放上去 是 付費的地方 要求 就是付費才有得聽 我們是 不喜歡 不是太過認同 這種做法 最低限度 應該這麼說 這個不是我們的經營方式 所以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 所有聽眾可以參與 你要做的應該很少 所以我們當然也會定期去看看 到底這個數據上面 參與的人夠不夠多 目前其實也挺好的 就是說 聽這個台的人 是很願意這樣做 所以請大家幫忙 請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 這個是免費支持本台方式 當然還有這個叫做Pine Network 繼續 按閃電鍵 講重慶大廈之前 先講了這個比較update 這個是20日發生 在上午11點 是53分 接近中午時分 警方接獲灣仔入境事務大樓 就是保安員報警 好了 又是在二樓 又說發現有一名外籍男子 精神有異 不知道是不是又說精神有問題 香港 到底 是因為 這個鑽石山荷里活事件之後 然後有大量這些 報稱精神有異常的人 帶著刀出街 還是社會炸彈真的爆炸呢 為什麼現在發生 單單大刀會案件 都會說對方精神有問題呢 所以提醒大家 在國內 社會爆破 然後有這些叫做大刀會事件 每一次 都是說 用這個大刀會解決的人 說他們 是精神有問題 你信不信 真的全部 都精神有問題 還有你信不信 精神有問題就等於會用這樣的方法去解決呢 實際上 就是 政權也是在做維穩動作 到最後發生這種事中了 哎呀沒事的那個人是有問題的嘛 精神有問題 結果 灣仔這一個呢大批 差佬呢 戴了規格盾牌 盆 Vergac 盜牌 頭盜牌 頭盜牌 然後前往 現在就拘捕了一個男子 這次這個案件的疑犯 28歲來自索馬里 正在 在香港 拿著逛街址 在這裏 就是因為感情糾紛和金錢糾紛 跟他太太 吵起來 結果他就走去入境處 打算找他太太 因為他太太 打算去入境處換身份證 然後保安就叫他排隊 居然 他在他的袋子裡拔刀出來 這個不算是最嚴重的刀匯案件 這次當然要說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又爆這個大刀匯案件 這個案件絕對不是和平收場 絕對 是有充足的內容 當然我們 要小心 說的時候 要描述的時候 要正確 要不然 又被黃標 重慶大廈那個 就是刀光劍影 總之 就是大家互相出招 結果 雙方 染紅逃離現場 有趣的地方就是保安員看到記者 周圍在床 就問記者 很小事 沒甚麼好緊張 甚至乎保安還要問記者 這個就是撤水果 這次的刀匯案件 跟水果有關 這個邏輯挺奇怪 原來撤水果 用的 跟其他的不相同嗎 下次如果不是大刀匯案件 是槍刀匯的時候 槍耳的槍 那你是不是又要看看是甚麼型號呢 更加不用說了 最 受關注的其中一宗 大刀匯案件 就是這個叫做西環 麥當勞案件 西環麥當勞案件又是報稱 員工 精神有異常 總之現在 逢是發生這些案件 有你沒有你 總之 就是 警方 向你提供資料 跟你說對方精神有異 就算 真的是對方有精神病患的紀錄 這裏也都 要提醒大家 所謂的精神病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全部 程度有深淺 最小的精神病 可能是 壓力 焦慮 失眠 已經 是被歸類叫做精神病的了 你一樣 可能有機會拿到精神病患的覆診卡 即是所謂的白卡 所以根本 就不代表有精神病就會發生這件事 當然精神病可以去到很嚴重 可能會出現幻覺 再嚴重一點的情況 如果不吃藥 去抑制的話 就可能會持續 不斷地看到一些 奇怪的幻覺 去到這個狀態 就開始嚴重了 但是很多精神病人 其實盡量 都不想吃藥 原因是因為那些藥 通常 好像叫做強力安眠藥 再去到更加高層次 更加嚴重 就叫做思覺失調 其實 真的去到完全思覺失調 完全不知道 外界發生甚麼事 是已經去到相當之嚴重 而 一般的精神病患 是未去到那麼嚴重的 很多 是說 我們剛才所說的 壓力大 頭痛 失眠 精神緊張 有一點揭絲底利 通常 在這個 情況就已經 有精神病 所以 你說有精神病 等不等於大都會事件 是完全不等於的 現在大量爆發大都會事件 跟這些人的精神狀態 不是有最直接的關係 最直接的一定是來自整個社會 的壓迫 以及不公平 只有 極度不公平的地方 才會 不停發生這樣的事 現在根本就是 香港 徹底爆煲 連正常上街示威也不給 說你出來搞事 說你 要用國安法來抓你 再去到 輸入外勞 問也不用問 甚至乎連親建制組織 都跳過了 說歌就歌 你想一下 香港一大班 基層市民 有甚麼渠道表達 現在連選票也不用拿 蛇齋餅種也不用派給你 那些地方 原本辦幫他們的那些建制的區議員 全部消失 怎麼會不爆煲啊 你告訴我 地方 在地區還要搞關愛隊 以前 可能還有 一兩個 區議員可能會聽說話 現在也不用了 也不用選 我們可以 絕對真的可以預計 這樣的狀態 只會有更加多這樣的事發生 我們 真的希望 這班無恥的狗官 無恥的高官 下次當你 或者你家裏是受害者的時候 我看看你們還是不是可以繼續出來說風涼話 我們這一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要說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謝謝